Fall� 哈嘍大家好我是大丸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次我们巅峰杯 更详细的一些玩法啦 上一集的时候我们没有讲太多详细的一些比赛的资讯嘛 那这次我会讲的比之前还要更深一点 然后这样子我会附上目录 方便大家查询 这次重点我们会放在我们这个比赛 那如果你是想要看一些比如说 商店道具怎麼使用啦 或者只是想要了解 DEMO MET怎麼玩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先看 上一集的影片看完 再來看我們這支 你會更容易的 進入我們今天的重點喔 那我們就出發吧 那這邊稍微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該如何分配我們的比賽 還有訓練呢 出道戰之前老樣子 因為我們只能訓練 盡量跑朋友多的地方 跟思緣卡擅長的設施 第一年我通常是 沒有好的訓練 我就會選擇比賽 然後比賽盡量以有 勁敵的G3以上的賽事為目標 這邊我覺得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進更之前 如果你本身的馬娘的 以理事性能拉到A 那你就盡量的去拉 不行的話至少建議拉到B 當然會比較刺激 如果你速度不夠的話 那你的鬧鐘可能會 遲得有點兇 這邊為什麼要拉以理事性呢 主要是因為 你以理事性太低的話 你可以跑的比賽 你會少非常非常的多 比賽選擇少的話 那就會影響到你的抉擇 變成你訓練不好的時候 你也不能跑比賽 整整三年你練下來的話 你的選擇因為比較少 所以你練出來的差距 可能就會比較大 所以建議你自身 如果是英里視線B到1的馬娘 你能拉英里視線就盡量 人拉就拉 因為理論上你視線越差的話 你越難出獄 但還是可以考慮來去拼一下的 譬如我們第一次的 巔峰盃的比賽 我們要跑的是 長距離的天皇春 這個賽道的話 遇早十字 在這個賽道他非常的強勢 但因為他的英里視線只有1 因此要拉英里的同時 又還要拉長距離 那你練起來就會非常的坐牢 但老實講 如果你有辦法練出成品的話 那你的遇早十字 就會非常非常的強 OK 這邊就是簡單跟大家講了一下嘛 那這邊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俱程的方式 這個只是大概幫大家稍微抓一下啦 因為實際上的變化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我們這裡基本上僅供參考而已 這邊就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比較簡單的SOP的流程 第一年我們盡量 訓練為主 比賽為輔 優先拉高 半比較低的朋友 初戀的選擇方法 我會選擇G1的比賽 大於三人頭的訓練 大於G2到G3 然後都盡量挑有勁敵的比賽 大於我們人頭少的訓練 真的不行 我們就是休息 或者是我們的外出 第二第三年的話 因為我們開始會有 比較重要的G1比賽了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就會把我的戰列更改為 重要的G1 大於羈絆太低 或兩彩圈以上的訓練 大於不重要的G1跟G2或G3 大於兩彩以下的訓練 真的不行 我們就是休息 或者是選擇外出 而什麼叫羈絆太低呢 我個人覺得 在丁峰杯因為 你會有BBQ的輔助嗎 當然老實講 除了前面沒有辦法出彩 我個人覺得你羈絆太低 所以要想辦法把這些 人頭的羈絆給拉高 當然我們以上 都只是一些比較簡歷的推薦 實際上會因為你自身的道具多寡 以及三店的出貨好壞 來印象你的決定 這個的話 我相信大家玩久之後 一定也會更加的了解 就請大家來自行的摸索啦 這邊我要跟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顛峰杯的比賽的一些機制 你連續三次比賽 你就可能會有皮膚不好 跟降心情 四次甚至還有可能會降30點的數值 但年底的時候 會有一個無敵的時間 所以是不怕的 只要是每一年的12月下跑比賽 不管你前面有跑吉巴比賽 你都是不會得到負面效果 也是不會降心情的 然後我們顛峰杯最理想的都會是 兩個比賽後配道具信念 接著在比賽 盡量一直這樣輪替是最舒服的 但是也是會有時候 你需要去讀連續三次比賽的時候 這個時候 一旦你身上有蛋糕跟結狀態的道具的話 比較不怕連續比賽帶來的副作用 至於比賽與比賽之間 如果沒有好的訓練 或者沒道具沒體力 那各位就真的只能選擇外出或休息啦 最後是 顛峰杯裡面 我個人覺得 暑假的訓練又會是更加的重要 因為你平常 訓練比較少 所以你的訓練甚至可能會比較難拉 你的暑假訓練就會是 你整個顛峰杯預測裡面 最重要的回合 所以在暑假前你需要注意的事項 大概就是 首先你的心情得維持絕佳 盡量讓手上有足夠的體力 道具以及藥水 還有你的親自燈附重袋 以及每次暑假集訓 要有兩個60%的訓練大喇叭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可以很明顯的影響到 你暑假集訓所訓練的東西 當然如果沒有60%的大喇叭 40%喇叭也是OK的 然後 夠多的哨子也能適當拯救你 比如說你語氣不好 很衰 哨子這時候也可以跳出來拯救你 然後接棒能在集訓前 能拿到踩就盡量的去啦 因為暑假就是你訓練最重要的 4個回合 而且又是全部設施等級5 如果因為你體力不足的關係 而無法訓練 那真的完全就是各位訓練師的問題啦 當然有時候還是會 運氣差到不行 但這個也沒辦法 盡力 保持自己的心態 相信各位 你可以練得非常非常好的 再來跟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分配比賽的部分啦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巔峰杯一旦你滿足 特定賽事的比賽組合 你就會有一個額外素質的加成 這邊我舉例一些給大家看一下 譬如說 我們要跑經典三冠的高月傘 日本打筆跟菊花傘 或者是 母馬三冠的櫻花傘 奧客師跟秋花傘 春三冠的大阪杯 天環春保總紀念 跟最後的秋三冠的天環秋 跟日本杯還有油馬紀念 例如我們只要完成高月傘 跟日本打筆 還有菊花傘 都拿到冠軍 那我們就會獲得一個經典三冠碼的稱號 這個稱號會讓你獲得 隨機兩個數值加10 有可能是速度加10 力加10 但是加10是什麼屬性 就都是隨機的 這邊要跟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要注意一點就是 你只要少跑一個或是比賽 其中一個沒有跑第一 就不會拿到這一系列的稱號了 而且有一些重疊的比賽 你就必須去選擇你要跑什麼 比如說我們經典三冠 還有母馬三冠 他們的時間是完全重複的 所以你絕對不能犯的錯就是 你先跑了高月傘 又跑了日本打筆 最後發現你自己竟然不能跑長距離 而去選擇跑母馬三冠的秋華傘 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這樣你就沒辦法 拿到任何一點的稱號的加成 所以這也是各位訓練師們 必須提前就先想好的部分 而且這樣的賽事組合 能增加能力就多達有20幾種 因此只要你分配的夠好 就可以拿到非常多種稱號 來讓你有額外的數值加成 至於詳細的賽程的話 我這邊有幫大家準備一些比較簡單的懶人包 這邊我就簡單的分為五大類吧 而G2跟G3的話 我們沒有太強球 盡量能跑能贏 並且優先選擇有進捷的地方跑就可以了 再來我這邊給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當然的五大類G1部分 我有標注的 基本上這個你就一定要跑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例外 譬如在你面前三甩圈爆出來 你又有道具又有體力的情況下 你當然還是可以選擇訓練 因為加的一定會比你跑比賽還要來得更多 這邊沒有標記的G1則是稍微提醒大家 這邊可以選擇不用連戰三甩 或者是你兩年跑一次就可以的G1 主要是怕各位新手還不熟賽程 因此提醒大家 我們這個就可以比較好放掉了 畢竟就算沒有額外能力的加成 但跑G1的數值 還是會比你跑G2跟G3還要來得高一些些 那最後這個推薦賽程的話 我這邊就簡單幫大家分成五大類杯 我們首先就先來選擇我們短銀推薦的賽事 先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短銀推薦絕對在電風杯是劣勢的 但不是代表他不能玩 因為有些馬娘他就真的只能跑短距離跟引力 所以我們當然還是得盡量幫他想出一個 最適合他的排列組合 第一年我們可以跑板神JF 第二年的話則是櫻花閃 但我們都是可以選擇放掉的 再來不太能放掉的就是 NHK安田紀念跟短圖跑者S以及英里歇斯 到第三年的高松宮紀念 因為這邊都是會有所謂的稱號加成 所以這邊完全不能放過 然後這邊短銀推薦我們可以看到 是二三年其實重複的賽程有非常的多 包括第三年有安田紀念短圖跑者S跟英里歇斯 然後你兩年要選擇跑 其中一個就可以拿到這一個稱號加成了 這邊給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短距離跟英里的賽馬蘭能跑的比賽會非常的少 建議各位如果G1就算真的沒有辦法 額外的加成 但畢竟你還是可以選擇多跑一點 那我們講完了短音推薦的賽事 接著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母馬三冠 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我這個母馬三冠的菜單會是有包括長距離的 如果沒有長距離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第三年的油馬紀念跟日本杯 還有天環球給放掉 你是完全不用跑也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選擇第二年的英里歇斯 你可以把它移到第三年 你這樣不會有連續三戰的問題了 但大家可能會問 那為什麼我還要分一個母馬三冠 我不就跑經典三冠就好了嗎 因為有一些情況下 你有可能會面臨上的問題是 你今天你是希望列一隻英里的戰馬 剛好你的賽馬蘭能 英里中距離長距離你都能跑 但礙於你跟英里戰馬關係 你的耐力絕對會比較低 所以理論上你是跑不過菊花傘 或者是第三年的天環春的 這個時候你就只能得勢必放棄一些東西了 這邊的話給大家這個母馬三冠的菜單就是 第一年的話版神杰斧一定要跑 因為這是跟女王杯會有一個額外的加成 新王杯可跑可不跑 當然跑了一下也OK 然後第二年營地要跑的則是 Yuma-san NHK奧克斯 跟秋華傘女王杯還有英里歇斯 再來第三年則是大阪杯 可跑可不跑 再來維多利亞安田紀念營地要跑 保總紀念可跑可不跑 最後的這個天環秋 女王杯日本杯跟油馬紀念 如果你有辦法把長距離有辦法拉到 至今當你沒辦法跑天村的話 那這裡你得為了冒險跑三連戰 因為你會有這個球三冠 當然如果你不想賭 也是可以選擇犯掉了 這個就沒有營地到要去拚 那再來的話 則是跟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就是大多數的賽馬娘 如果你能跑天村菊花傘的話 那我們這一個今年三冠 甚至一個相對來講 簡單加成能力有非常多的一個賽事 首先第一年版神杰斧跟希望杯 這個基本上不跑也沒關係 然後第二年的話基本上都是要跑的 高月傘 NHK 日本打筆到保總紀念 以及菊花傘 英里歇斯跟油馬紀念 這個賽道我覺得分配很棒一點 也就是幾乎不會有連續三連戰的問題 然後再來第三年的話則是大阪杯 然後到天王春 維多利亞可跑可不跑 再來安田紀念 因為去年你可能跑保總的今年要跑安田 今年的保總紀念 你也可以選擇跑 但也可以選擇不跑 但這邊要稍微講解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有包括了 春三冠 大阪杯跟天王春還有保總紀念 然後春三冠是不一定需要同一年跑的 你可以因應自己的訓練來去決定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跑保總紀念 最後則是秋三冠的天王秋 日本杯跟油馬紀念 然後這邊跟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就是秋三冠 它有板定 你一定要同一年一起跑 才會有這個額外的效果 所以我們這裡才會把日本杯放在這裡 然後英里歇斯放在第二年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來的部分則是我們 英中炒沙三刀 大概比較建議的可能就是愛麗術嘛 等等之類就是 它沙地能跑 它草地也能跑 但它沒辦法跑長距離 但老實講 這個拉給你的額外數值 比經典三刀還要來高 因為沙地無霸給的額外能力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第一年 板神接浮跟希望杯 希望杯也可以不一定要跑 板神接浮一定要跑 因為你的選擇是跑 馬三冠的部分 第二年則是 櫻花傘NHK到奧克斯 然後保總可以跳過 再來則是秋華傘 女王杯 日本冠軍杯跟東京大閃電 第三年則是我們會跑 二月錦標賽 大阪杯可跑可不跑 再來則是 維多利亞 安田紀念 帝王傘 到女王杯 英里歇斯跟東京大閃電 這樣剛好我們拿到這個 母馬三冠以及女王連霸 更何況你沙地我們這裡 剛好加起來可以跑到5把 沙地G1只要跑5把 就可以拿到這個 沙地全部的這個G1的加成 這個跑起來加能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因此 英中草莎三刀 我個人覺得在 巔峰杯也算是 強勢的一個訓練法 再來最後一個 有幾位賽馬娘在巔峰杯 哇 他們是如此的自由 他們就是想加能力多少 永遠不會有人有辦法超越他們 我直接稱它為 雞腿神音瘋狗流 就是特別適合小力貌以及聲音 或者是一些魔改沙地的完善司機 都可以考慮來使用這個菜單 首先第一年 版神、JF跟希望杯都是 可跑也可不跑 第二年關鍵來了 首先我們會先選擇 高越上NHK日本打筆到保總紀念 以及這邊有一個 七月上的日本沙地打筆 因為我們這裡想辦法得把沙地湊5把 所以我們這邊得想辦法 再多補一個沙地的比賽 剛好七月上會有一個日本沙地的打筆 當然這個可以選擇不跑 這個我晚點再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然後日本沙地打筆跑完之後 跑橘花散拿到我們經典三冠 再來則是 英里歇斯到日本冠軍杯 以及遊馬紀念 這個時候其實你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因為你不會有什麼連續三戰的這個問題 第三年的話 沙地的二月錦標賽 到我們這個大阪杯跟天環春 然後維多利亞可跑可不跑 再來則是安田紀念 到我們六月下的地王山 再來則是天環秋 還有日本冠軍杯跟遊馬紀念 這個時候我們剛好可以有這個秋三冠 然後有這個經典三冠 還有這個遊馬連霸 以及沙地五把 NHK安田紀念到天環節的能力 整體來講加的數值呢 非常非常的多 但也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其實這個菜單我 算是已經對安茂很好了 剛剛我們有提到就是 我們七月三如果不跑日本搭筆的話 因為畢竟我們得湊沙地五把嘛 但有時候你又不希望你的暑假 浪費你的訓練在比賽嘛 這個時候二三年的十一月賽 你只要選擇跑一個沙地 那你一樣是可以有這一個 沙地五連勝的稱號的效果 但你就得去承擔連續三連戰的一個問題 但我自己覺得其實算小事啦 這邊再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們其實阿茂還是有一些這個 如果你今天想練個什麼 短距離原版阿茂 因為阿茂原本的短距離試鏡 其實你是也可以把它拉到A的 所以一旦你把阿茂拉到A 會變怎樣呢 你這邊可以選擇再多跑 高崇宮紀念 那我們這個春山冠就能放掉 因為短距離跑步跟高崇宮 如果都跑的話 你可以觸發更多的稱號效果 還會有我們這一個JBC的短距離賽 你只要連續兩年都跑 還會再有一個額外的屬性 因此你這個阿茂加的數字 真的是非常的多 而且司機你別跑 司機你也是如此自由 但你的馬娘可能會沒這麼開心 那我們這一次的 天鋒杯的比賽教學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希望這次的解說可以幫到大家 大家如果還有一些對育成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這個下方留言問我 那有多的時間的話 我們會針對這支影片的留言 然後再來做個QA 那麼我是大王啦 咱們下次見囉